一秒街总站刚开门 就挤满来施打的民众 大家都被疫情吓到了 但恐怕已经来不及 十三号本土新森七百四十四例 已经突破去年五月高峰 创台湾疫情史上新记录 中央喊出新台湾模式 让专家看不下去 新台湾模式 这个预备杀人模式 马上会烧死很多人 下个礼拜你就来不及了 绝对千例以上 医师省正男分析 如果现在RT值是二 那么三天就会翻一倍 就不可能到月底才破签 而是过两天就会破签 专家黄立民表示 台湾现在到处都危险 民众要自己小心 要确保自己不被感染 即使被感染也要预防重症 政府跟指挥中心 事实上已经定调放弃 清零的模式 进入减灾阶段 也就是说我们传统上 所谓的与病毒共存的模式 疫情四月以来 已经达到了四千四百五十例 医师省正男表示 接下来最重要的 还是匡列跟隔离 才能阻止水盈泄地 再来是全民快筛 每周或多久一次 把隐形案例抓出来 中央应该更积极的 把抗病毒的药物的采购 然后积极推广 疫苗的覆盖力 更积极的控制疫情 而不是只呼吁民众要小心 由民众来承担风险 专家一直认为 单日千里很快就会到来 甚至破万例都有可能 新台湾模式能够带领台湾 走出疫情还是走向灾难 很快就会验证 记者林伟王一仲 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